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需要的第一件物品是喝完的空可乐瓶 我喝了一口是醋 我以为是拿错了 所以我就放了他 挺有勇气的 很勇敢不把丑不耐烙的警察 子萱所在制服堂 首先将功德凌发到你的手中 所以 美人帮 一局你们输了 我喝不醉的 我就八岁的时候喝白酒 我承认我千里不醉 一局 江山先生袜子 我想也有点不好意思去脱一个男人的袜子 对 子萱就爬下去脱她袜子 然后就那个音乐 然后她俩就蒸 我就让她俩在那儿蒸 但是我不会去脱她 到最后蒸到最后我就松手了 如果我不松手的话 那环境肯定是我命名的 一只口罩并且戴在嘴上 一只口罩并且戴在嘴上 胃秤得太难受了 因为那个晚饭吃的太饱了 很不满 他既然不能喝的话想要放弃 但是我们三个只不可能放弃 先放弃不 放 先放弃不 智能而退的一种标志 好的 直接毛音 Delete ah you can get it if you really want you can get it if you really want but you must try try and try it want you can get it if you really want but you must try try and try 还说千杯不醉呢 才喝两杯酒可撑不住了 算什么呀 这个音乐自告朋友们都让我千杯不醉 这喝完凉是三杯酒醉 这位行你们觉得 我们一放弃的时候该放弃吗 该放弃的 让他们放弃了我们就不用喝了 一个团队的呢 他要是倒下了 千杯不醉 我想我们也没洗完了 我们要加油 音乐 刚刚音乐还在那儿说呢 千杯不打 是 但是我的胃有心 如果像你一样 土木的话那肯定没问题 你一个人喝的话 那么多 那么多杯酒 如果一个人能喝的话 那一个人撑死 是吧 小燕你微微都喝了一杯 来 爸爸 我不想输你知道吗 我没有说 想过自己喝很多酒 我这就这样 他说他不能喝再说谎 从我的阅历跟那个 就是我对他的看法 然后我一直认为 他确实能很能喝的 如果是 我们实在是说不像刚才一样 我们不要放弃啊 那我们算是说不像我对的 刚才你说我不让他 你再拉好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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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不知道吧 您可以选择放弃 我当日会常 你喝多少 我都觉得 放弃啊 小燕先生不会欣赏你 学位的教育 给他自己的烟性 不是一则 这个问题不完全怪我 为什么 我觉得我喝的并不少 你说一个男士 你应该做 你尤其是做一个生意人 然后你肯定经历的酒厂比较多 再怎么说 比我们女士 要酒量比较好一点 她不是特别踊跃 花期了 花期了 我觉得到最终还是我们失败了 我那种心情我特别不理解 让大家对她的感觉都不是太好 是你出了问题 是你说你很能和结果没有和说了 她伤心我感觉她是自动性太强了吧 个性太强了 这个没必要 大家出来玩了一个是开心 然后第二次喊也就是说谁看上队员了 然后就是队上就行了 我们的正常你们获胜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男嘉宾萧真先生 要在获胜方选择一位 今天的女特权塔持有人 我觉得小兰跟她挺般配的 应该不会是莉莉 我觉得还是小凡 比较有可能是我吧 她的事业做得比较大 她现在应该算一个成功人士了 我可能比她要有一段 就是很大的距离 但是在这个道理上或者这种思想上 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谢谢 我感觉是很有一个 有勇敢 也有上进行 还有一个能赤甲的一个女孩 压力吗 肯定有 因为我感觉我比她成功 就在对待很多事情的这种心态上 想法上 做法上 我比她更沉稳 更成熟 我的思想我会考虑得更周全 小凡的确蛮不错的 如果单独我们两个去比较的话 我觉得我比她要机会大一点吧 恭喜你小蓝成为了今天的旅客全化之友人 这是你的一千元响 你可以用其中的二百元 制造一个和我们萧珊先生的一个浪漫夜晚 一元一梦 愿意 好的 明早你将提名两位淘汰孔选生 这两位将和今天的小蓝 在宁岛一重走入淘汰世 带定衣服带定我 都没有关系 因为之前这两天接触 他们都已经蛮开心的了 我不怕别人带定我 而是我怕让我去带定别人 那现在你可以行使你的第一项权利 那就是入住大房间 现在就请你和子萱 护华房间 正期见 爹 别人 傻叶 爹 ID 扎 爹 奔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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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